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座 你看 我们团现在的房区 拉得太长 如果现在全部撤出去 执行其他的任务 我担心小鬼子哪天一旦动手 那就是长去直入 从目前的形势看 小鬼子确实在频繁掉头 似乎有大动作 但这次任务是上风向的死命令 我也是没辙 既然师座都发话了 我就是泪吐血 也得捅住吧 好 那咱们俩就琢磨琢磨 具体的行动方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理由 师座 这次任务的时间地点和计划 我都知道了 具体的细节 我回去研究好了之后 向你喝报 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我给你备了好酒 管够 谢师座 可我这心里面装了一件事情 要是不说清楚 这酒 喝着也不痛快 洪子杰特战队 是吗 是 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洪子杰了 颜色很不好 师座 斗胆说一句 你解散特战队的决定 前途 太草率了 咱们说 咱不说这些年特战队 深入敌后立了多少战果 也不说帮着全师 甚至是整个远征军 解了多少燃眉之急 单说这回上了鬼子的道 吃了大亏 情绪都很低落 正是需要长官您给他们 鼓劲加油提气的时候 你却一直命令解散了特战队 这样洪子杰和齐连城他们 多寒心哪 说完了 别人不明白 你还不清楚 解散特战队 虽然会含了他们的心 但却能保住他们的命 师座 我猜到了你的一片恐惊 可是洪子杰这帮小子 是一群狼不是狗 你想用圈养的方式 把他们保护起来 这比让他们死了还难受 你得把他们放出去 让他们自己把伤口舔干净了 露出疗牙 回过头去 把坑了他们的鬼子 撕在西班来 有那么简单吗 这事不复杂 他们是我带出来的命 我了解 好 那我问你 这次特战队 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 师座 吃一次亏有什么了 谁都有马是前提的时候 你糊涂 特战队这次之所以损失惨重 那是因为小鬼子 早就设好了圈套 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怎么会 怎么会 你刚才也说了 特战队这几年 深入敌后屡见战虫 这可是咱们看的 小鬼子怎么讲 他们吃了那么多的亏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报复他们 这次他们身陷重围 能够侥幸逃脱 这可是万象 下一次呢 这一次就损兵折将 有两个还是抬回来的 还有下一次吗 怎么 你想看着洪子杰 和齐连城也被抬回来 师祖 你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特战队这种跟小鬼子作战的方式 特别造小 可是你现在把洪子杰和齐连城 这样的尖刀血藏起来 这对他们本人对我们整个部队 不太可惜了 你以为我把洪子杰 调到集训队当教官 仅仅是为了保护他 你错了 我告诉你 我是希望洪子杰 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狼崽子 有朝一日 能够组建更多的特战队 懂吗 师祖 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了 说实话 你说我把洪子杰和齐连城血藏起来 多少是有点冤枉我了 师祖 我说话总来都是十余地浅余地 跟你不见外 没关系 看看这个 齐连城 紧求离开策战队 这小子演的是哪一处 我也有点意外 师祖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晚上这顿酒 找谁陪我喝了 喝喝酒 聊聊天 别死 来 我 我 我 你 我 看你 都是第一时间出途 可是现在 子洁 这回 是和共党联合作战 不方便说 你误会顾市场了 共党集固的情况上说 日军的船狗联队和大半联队 正在集结准备赶赴龙历 情况很紧急 您不想打 仇什么呢 不想打就别打呢 让共党打鬼子 两败俱伤 我们坐受羽翁之力 多好 可现在是联合抗日 人家共党特意发电报 请求支援 我们不能销售旁观吧 让外毕竟安内 是蒋总裁最早底下的过策 谁都知道 跟共党迟早的乐宜战 不认识 我觉得这一次 您没有必要动正格的报道 随时比义时啊 这回 恐怕得动正格的了 那就打吧 那您到底在愁什么呢 行动计划还没出来 我也在等 不会就让您一个团聚吧 日军可是两个联队 现在全身之全部顶在前线 谁都挪不开窝 没办法 老议长 我 我可以啊 你去跟顾市长说 这要让我烧 不管什么职务 我 自己 好不容易有个揣口气的时候 你就别折腾了 我答应你 下一次任务一定带上你 这次行动 真的不适合你三年事 不适合还是不允许 你签每次任务 真的不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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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废这个脑子了 来吧 今天这顿酒 我还请了一个人 我还请你 老议长 以前呢 我老要执行任务 我不敢跟您多喝酒 现在我什么任务都没了 我今天要跟你好好喝几杯 我要感谢您这么些年 对我的栽培和器重 感谢您把小琪 带到我的面前 好几次执行任务 如果不是她 我就没了 完蛋了 也照你这么说 这杯酒应该咱们两个 一起进团长 我要感谢团长 对我的器重 能让我有机会 加入特战队 我洪子杰队长 学了不少东西 开了不少眼界 这杯酒 咱们两个 一起进团长 你们两个 真是心心相心啊 好 为了特战队 为了你们两个的兄弟情谊 干了 干了啊 大琪啊 胆子挺大的 敢跟老银长喝酒 你要知道 他的酒量那是没有对手的 你别忘了 我跟老团长那也是很多年呢 大概这样按照以前江湖的规矩 咱俩算是 师出同门啊 就冲这个 咱俩得喝一杯 来 挺好的 来 干了啊 小杰啊 你看看这个吧 是怎么回事 特战队待你 换个环境新鲜新鲜 胡扯 我还不知道你 你齐连城不是一个 莽撞从事的人 别给我拐窝磨脚的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反正您误会我了 解散特战队 那是上班的决定 我们接着就是了 可你的警调报告 是在特战队解散命令下来之前 你怎么解释 特战队正是在咬着牙的时候 你齐连城先撤梯子了 这不是你的性格 今天要说不出 给紫月来 喝完这顿酒 忙老实实地 跟我回头来别去 老运长 特战队解散了 没有特战队啊 齐连城回来 特战队就组织了一半 那一半还用得着仇吗 你也别替他打眼了 你认为红紫杰不再适合领导这个特战队了 你认为红紫杰不再适合领导这个特战队了 你认为红紫杰不再适合领导这个特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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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要是出不来 这个任务怎么完成 老龙和上官 也有可能因此丧命 轰炸鬼子机场 你非要解救战斧 结果造成飞机紧急迫降 我们差点被鬼子为奸 想龙川一战 如果不是你草率行动 老龙和上官怎么会抢来兵床上 我守够你的英雄主义了 是你的英雄主义 让这个特战队走上这条不贵路 团长 我想请问你 红紫杰这样的队长 你让我怎么追随 怎么服从你 是完了吗 你这不是认口不认口的事吗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控诉和暴怀 我真没想到你齐连城 你满腹牢骚地跟着特战队的兄弟们 去出生入死 小齐 我很感谢你说出这段话 你说的 都是事实 都是对的 如果你是因为我 我才决定离开特战队 那好 我俩干了这杯酒 只要你回特战队 你来当这个队长 我保证听从你的指挥 服从你的命令 行吗 行吗 红队长 我不是不想重组特战队 但我实在是不希望 再和你并肩作战 行吗 七连城 我倒是一直拿你刀鸟钧子 你来 你去找我 红队长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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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静 您放心 没事 这屋子里的床 桌子 凳子 离我多远 我心里都有数 您放心 我摔会了 你现在得多注意休息 这眼睛才能恢复得好 天静 你有所不知 我们特战队员啊 这个充沛的体力 是让我们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 你不知道 我刚建队的时候 我们队长 每天让我们负重三十斤 跑二十公里 另外 还得再做好几百个俯活车 我这阵子 在这个床上 躺的时间太久了 体力明显地下降 我再不抓紧练习练习 这将当我眼睛好了 回了特战队 我这体力跟不上 就得拖他们后腿 行 但你练的时候悠着点 多注意休息 好吧 你放心 快忙你了 行 那你练的时候别摔着啊 好 注意一点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我来 小姐 你不想看你吗 我去找你 小姐 你去找我 我去找你 小姐 是我 让喜娜带我来 看看你 顺便呀 我也透透气 这厨房的味道 我可是真熟悉 这可惜啊 我不能给你们做饭吃了 老陆 这回啊 咱俩可以换一换 我做给你吃 你看我这儿多方便呢 疼了吧你 你打枪是吧好手 这刀骨油盐酱醋 你可不擅长 那你可小瞧我 我这回学了两道 好 拿手菜 到时候有机会做给你吃啊 我说小琪啊 这地儿不适合你 你这心啊不应该 也不可能在这儿 你啊 你听老德一句话 我不管你受了多大的委屈 不管你跟洪子杰 之前发生了什么 回去吧 特战队才是咱们的家 老德 你渴了吧 我都按水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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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这是怎么了 我看不见 你 你也看不见啊 老夫 没事 刚才瓦滑了一下 我再跟您倒一杯 这道特战队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对你怎么样 老哥 您是好人 那我老罗今天 就瞧你一件事情 那我老罗今天 老罗 老罗 如果你是想劝我回特战队 那这事就免了吧 为什么呀 小琪啊 我就跟你一伙把话说明白 你 你和队长 还有张探长你们说的那些话 我都知道 我说小琪啊 你就算对队长有一百个不满意 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调离啊 如果你还在 那市长怎么可能把特战队给解散了呢 按你的说法 特战队解散 都是因为我了 难道不是吗 就说我跟上光雨我们俩都在医院 你跑了 你把队长变成光杆司令了 那特战队可不就解散了吗 好啊 特战队解散 是因为我 任务失败 也是因为我 这答案你满意了吗 我是小琪啊 你说这些计划有什么用 索性今天我就把话说清楚 我希望特战队解散 咱们都好好地活着 这事不好吗 你不想再有什么用 今连长 你太任务失望 别拒绝了 我都想了 是我 是我的眼睛能治好 我这心里 跟明镜似的 我吓了我废了 我回不了特战队了 给你齐连长 你没废 我给你千连长 你没废 我给你千连长 你没废 好在位置吧 好在位置 没事吧 干什么呀 还想动手啊 我喝了点酒 下手重了点 对不起 重了点 我都成这样了你 洪子杰 我也就是看在咱们俩 多年的交情上 不跟你计较 要不今天上医院的 不知道是谁 你打得过我吗 你打得过一个 特传队队长吗 你叫什么呀 要不是你提供的 那个假情报 我能混到今天这样 去当什么破教官 算算算算算 这是过去了 不提了 也就你小子总域 今天碰上的是我 你要换个人擦酒吗 试试 早上市场那高中 关你禁闭了 你信不信 你去 你去关我禁闭 关禁闭反而好了 不用让我每天去训那些 爱恋不恋的臭小子们 你小子来劲了是不是你 坐下 其实啊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因为小龙船情报失误 让你们特战队 加了大跟踪 我这心里边也内疚 我还说找个时间 跟你好好聊一聊 你 聊什么呀 聊什么都晚了 聊什么都晚了 科研队给解散了 那帮兄弟们全躺在医院里头 我们曾经有的荣誉面子 现在全都没了 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 你知道吗 我就想着找个机会 搬回这一局 给兄弟们报仇 机会肯定是有的 你别着急啊 我也相信你有那个实力 你相信我有 那你就得帮我 帮我 怎么帮 我现在真找到个机会 叔叔 我听说日军的大碗部队 要去隆零作战 德昂司令部 房屋空隙 我还找到这个机会杀过去 把申锦绣和他爹申锦合复 给宰了 这人 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 你是不是不想帮我 不是不想帮你 但顾市长他也不会同意你行动 我不需要他同意 因为他一定不会同意的 但就算是违背军令 我也要做去这个事 我告诉你怎么帮我 你把你今天听到的日军群绑 我告诉你 我要真实可靠准确的 我就能制定作战方案 这都没有问题 就咱俩的交情啊 就让他违规 被处罚 我都可以把真实情报给你 但你说你要去德昂报仇这个事 这 这不行 怎么不行 因为据我找到的情报 大半联队 根本就不会离开德昂 不可能 共产党邮机队截获的情报上 清清楚楚地写着呢 那个电文不能信 怎么不能信啊 你别忘了你的假情报 你别忘了你的假情报 把我害得这么惨 刚才你说相信我有实力去报仇 完了我现在制定计划 你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你就是不想报我 是不是 黄子杰 我可以跟你说实了 但你必须向我保证 不 你 你 你得发誓 一定 一定要报上秘密 你 还要发誓 你 还要发誓 还要发誓 信不过我 你就别说 红紫杰 你什么态度 你 你是来道歉的吗 你 那你现在就跟我说 你 你先坐 先坐下 共党邮局队 结合的那份日军定文 是假的 是本科长 盗用了日军电台的频率发出去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 穿口连队 大阪连队围剿农林的事 你发的 真的 废话 我骗你干吗 和副官亲自转下的电话 请你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发出去 小龙串的事呢 算我坑了你一把 所以这回无论如何 我不能眼睁睁看见你 在我火候里跳 不可能 如果那个是假的 顾市长怎么命令张团长去了龙岭 我问谁去 反正好不可能说吧 这一切都是上边下的命令 至于那是什么命令 这我真不清楚 我也不敢问你 我一切都是上边事 我看你 也是上边的事 第二个人 希望我三百年 在四百年 那我把那些监筑 你必须 我恨你 你不知道 漆大哥 我知道你心里畏惧 没什么可畏惧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不管他是谁 所以对我来说 根本无所谓 不 不是这样的 我今天都看到了 你骗了我们所有人 上次的枪伤你根本就没有康复 它伤到了你的神经 用手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齐大哥 其实我都明白了 我知道你 为什么会忽然间 脾气有那么大的转变 原来 你是最优秀的军人 是神枪手 可是现在让你骄傲的资本 都没有了 所以你才会故意伤害蕊蕊姐 因为你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了 你想让他讨厌你远离你 你申请离开特战部队 也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打不了枪了 你无法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保护别人 所以你宁愿让别人一直误解你 也不想拖累大家 你生死很死 替娜 帮我个忙 行吗 你说 只要你说的 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你 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样大家就会一直误解你 你心里不委屈吗 能答应我吗 好 记住 从你进入国民党军队开始 你就将进入兄弟部 其实你只需要留心 你所在部落的基础信息和动态即可 作为你唯一的上级 没有我的招待 你不需有任何擅自做主的行动 不能因小失大 而暴露了身份 那如果我攻到了 非常重要的情况 我可怎么办 记住 没有什么 能比你一直潜伏下去 更重要 我还是想和狼狼那位 那就是 不想和狼狼的人 但我可以走 我们也是 说李童狼的人 你可退了 说个人 你呢 就没人看见 那么走 不能敌货的情况上说 如今的船口连队和大阪连队 这内集结准备看似农业 尽管困森心 根本就没有什么船口连队 大阪连队围剿林医的事 让外闭心安内 是江总裁最早留下的工作 谁都知道跟工党迟早都有预战 我觉得这一次 也没有必要动真核的方案 随时随时啊 这回 把那动真核给你 听说没有 云天咱这个楼下是个乱葬岗 据说挖地鸡的时候 关人骨头就拉走了吉卡车 这大半夜的 你说的干啥呀 挺吓人的 朝你那单摇鬼样嘛 你呛崩的 去继续 站好你的岗去 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 你吧 你吗 你吗 我 你吗 你吗 灯怎么灭了 没事 你去看看 我 当然是你了 快去 我一个人 害怕 要不我们俩一起去吧 好吧好吧 走 tam 有了 有了 要上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也不怪他 他说得对 特战队减散 你和尚冠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有不可退卸的责任 不不不 绝对不能这么说 这战场上有伤有亡 这都属于正常的事 怎么也不能说的是怪你 我心里都清楚着 但这个事 确实是怪小琪 你说 他以前也不这样了 这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突然就变了个人似的 你在这儿呢 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说 我现在是教官 还要赶回特训队抓训练 有事你快说 正好 我要说的就是集训队的事 说 有四个集训队员因为训练受伤了 而进了医院 还听说 有几个人 因为训练强度太大 造成了严重的身体透支 你的职责是治病救人 我的职责是带病训练 我很知道我的强度有多少 他还没有以前特训队一半那么多 可是你采取的这种训练手段 会造成非战斗性检缘 那作为一个战地医生 我不能不管了吧 既然你是一个战地医生 你应该很清楚 平时多流汗战事才能少流血 如果这点强度都受不了 他们就没法从战场上活着回来 可是你的这种训练方式 是超常规的 是不科学的 你不能因为内心的不满情绪 而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你的那些集训队员身上 你从哪儿看着我内心又不满情绪 那你说说 昨天怎么回事 你平常滴酒不沾 昨天大白天的喝完酒还闹事 听说还把那个情报科的宗明科长给打了 对 我打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你现在内心已经有了病态 你是不是眼中看谁都想病人 我不管你怎么想吧 如果你继续采用这种方式 去训练你的那些集训队员 那么我也会及时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顾市长 让他及时对你进行强制的治疗 我还真不信顾市长能绑着我 来接受你的治疗 那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的要离开 它可响 seria 对 它有点烧 这两天眼镜要得好好吃 多喝点水 好 没问题 洪队长 子洁 我们俩快休息啊 好 好 坐 您也坐 怎么住院了 就是咳嗽发烧 没啥大事 胡医生啊 非得让我住院治疗 就是太糟心了 全是上上下下的事 都得您操心 这身体肯定吃不消 正好 现在 战事不是特别紧 趁着胡医生给您检查 您好好休息休息 传口气 咱们都是带兵打仗的人 哪有那么矫情啊 你怎么到医院来了 是不是看望 上官和老婆呢 没有 这两天觉得这个胸口有点闷 老是上不来气 想着来好好检查检查 说来说去 害这个地方的气和不性 长急太重 行了 不过您这儿下来聊天 打扰您休息 我找医生去了 好 赶紧去吧 段子洁 找那个胡医生 他的医术不错 我知道 我让这儿上来的 别人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齐大哥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们寨子里就常说 一个像山一样的男人 是值得女人去依靠一生的 齐娜 你要记住 幸福呢 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的 既然你认定 齐连城是你认为 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那你就勇敢地努力去追求 跟这儿发什么难呀 准月姐 我不敢 你挺有意思啊 平常在生活里挺能成能的 关键时刻 往后缩拉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 齐大哥跟我 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他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女孩 这我不同意 什么叫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你最近都从哪儿学来的外里学说呀 那谁不是吃米饭喝姜水长大的 谁也不是从月亮上蹦下来的 怎么就叫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了 齐大哥 他是由我养的人 见多识广 又有人想你 而我只是一个闭塞的寨子里出来的人 我配不上他 你说的我不同意 爱情和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 现在已经是男女平等思想自由的时候了 你们这些人的脑袋里 怎么还是封建才能思想呢 难道说 只有门当户队才可以自由恋爱吗 难道说 爱情一定要建立在阶级相同的基础上吗 那要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织女就不会嫁给明朗了 那更别说 白马王子会娶灰姑娘了 难道说 我不认识这个叫刘贵琴的人 我就一定不知道人间几苦吗 借口通通都是借口 蕊蕊姐 你说什么呢 是在说我吗 是我激动的 我说的不是你 跟你没关系 对了 蕊蕊姐 下午我又想请半天的假 行吗 行 又是去陪 陪 陪他 齐大哥心里背负了特别多的委屈 我 也是 明白 他们特战队解散了 哥哥心里肯定都难受 委屈 现在多陪陪他也是好事 光陪他也不够 你要把你想说的都表达给他 明确地告诉他 你喜欢他 我不敢 我怕我说了他就再也不理我了 就像现在这样 远远地看着他 天天能陪着他 我就心满意足了 行吧 席 你帮我个忙吧 嗯 下午你去找齐林诚的时候 帮我给他烧一封信 信 你要给齐大哥写信 你别误会了 跟他说说工作上的事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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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哎 怎么了 你生病了吗 嗯 有点儿 有点儿不舒服 来找胡医生给我看看 啊 来 我怎么先坐会儿 是顾市长把你给绑来的吧 让人给气的 任睿姐 红大哥这是来找你吧 赶紧 嗯 任睿姐 你赶紧给红大哥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 我看红大哥病得挺严重的 我不打扰你来了啊 你看你没检查 就知道我病得挺严重的 你一输去 越来越精湛了 说说吧 哪儿不舒服了 这不昨天跟宗科长打了一架吗 那是胸口中了一拳 绝对没什么事儿 现在只要一 一咳这疼 加上刚才有人说我这心里有问题 被我气着了 好像现在有点心脚痛 我强烈要求好好检查一下 躺床上去吧 把上衣给敞开 咋哪儿了 有没有外伤 内伤 我觉得是内伤 挺严重的 我觉得需要好住院 胸腔 腹腔 都没有杂音 很疼吗 疼啊 疼啊 真的很疼啊 真的疼 真的疼 不应该啊 症状不太像啊 怎么不对啊 除了打那一拳 加上这心理上又瘦得创伤 更疼 反正你赶紧把诊断证明书写出来吧 我去办你住院手续的 行 我知道了 那你自己站起来吧 把衣服给穿好啊 没事吧 我 没事 疼吗 疼吗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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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我想要住院呢 不 你不用为床位的事担心 我知道病床挺紧张的 刚才看见那个 何副关的病房里还有一张病床 我住他那屋就行 不不 我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住院啊 这不像你的风格啊 你不是老说 轻伤不下火线吗 不 不是我要住院啊 是你刚才说我心里有疾病 要住院调养吗 那这不是你的意思吗 我告诉你 医院没有治疗撒谎的特效材 这个诊断是我开不了 我没有撒谎 我 我是真有病 挺严重的 到底是我撒谎 还是你检查不出来呀 哎 胡子杰 你的职责是带病打仗 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 咱们俩书业以后专攻 尽管我仔细地检查 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不需要接受毒瘀的治疗 好吧 慢走 不送 我就是要住院 而且就是你让我住院的 而且就是你让我住院的 如果有需要 我需要 我需要全的罪 我需要全罪 我住在你 你没有负责 你没有负责 我需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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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需要负责 我需要负责 我就以后 保育的人 行的 人数 如何 我以为你能够交换的功旗 如果能够允许 我会将一支部队与指揮 我会将一支部队与指揮 我会战为栄誉 好吗 我记得,你已经二十年了 我不是叫父母 将军,先生 我要报告一件事 不 我已经看了两天 二天? 有什么事 我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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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识他 他一人 他训识他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你老人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杀 杀 停 停 停 你这是干什么 在战场上面对鬼子的时候 就是这么少下留情吗 报告千块 我们已经使出了全力了 脸上没脏 身上没伤 你还跟我说你们使出全力了 报告千块 对手都是咱们自己人 下不凶手 那你就等着被鬼子干死 其拿格斗训练 全体不合格 午餐取消 增加二十公斤 负重跑 二十公斤 报告教官 我们穿上军装 是来报效党国的 不是任由你肆虐的玩具 少说两句 你拉我干什么 我们打得假 他倒打得真 还不是害得手下兄弟 差点全部丧命 在小鬼的面前一败徒弟 回头在咱们面前耍尾 他有什么资格要我和了他 听你的口气 是 对我的处理结果很不服气 是吧 对 不服 除非你把我打趴下 不然就不服 好 怎么打 随便 怎么打都行 你用什么家伙 打你 什么都不用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打 攻 来 去哪儿 跑 快快来 下车 快追 我 有人姐给你的信 胡医生呢 那这信上 说的什么呀 给你的 我又没看着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要不要一起看呢 我才不喜爱呢 我才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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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信上移开 认认真真地看一眼 你眼前的 这个美丽而善良的姑娘 我和你虽然 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是我知道 你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可是人竟靠着理想来生活 那是不行的 我们无法选择 怎么生 怎么死 但却能选择 怎么爱 怎么活 想必你一定读过 张爱玲的那句话吧 见了她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而此刻 喜娜就是你的那个她 我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已经深深地走进了 她的心灵 让她魂牵目绕 辗转反侧 可越是这样执着的爱 越是让她束手无策 无法表达 所以我 今天就替她 把不敢说的话都告诉你 只为成全一段烽火佳话 希望你再次抬起你的双眼 去迎接 洗纳饱含 深情而炙热的眼光吧 以后 你的药都由我来帮你放吧 这样我经常看到你 看我呢 我经常看到你 我才能知道你的身好得怎么样了 我给你煮的山药枸杞 桂花莲子粥 俗大戏 我相信不是 我信了 你 你 我信了 你 我信了 你 我信了 在哪 就是 你 你真是怎么了 平常我帮你擦汗 不是也没什么时候 晓娜 你不用陪我练枪了 你回去工作吧 不用啊 我请完假了 我陪你 真的不用了 谢谢 对不起 晓娜 我还有事 今天不练枪了 再见 齐大哥 你 你怎么了 你如愿进了医院 现在总可以告诉我 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了吧 你这当医生的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住院肯定是为了 及时治疗早日康复啊 我受过这么严重的伤 万一得了 破伤风怎么办 我认识你七年时间 怎么越来越觉得 一句真话都听不到了呢 我都伤成这样了 还能说什么假话 就凭集军队那几个小子 捆一块都伤不到你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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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子俊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受伤了呢 前两天不是刚跟您说完 这胸口有点疼吗 今天特训队集训 内部的 有点力不从心 你呢 挂瓣了 本来想着没什么大事 结果胡医生 说非得让我住院治疗 结果还没床位 这不来打扰您了 不打扰 你都不知道 我多憋得慌呢 正好你来了 跟我做作伴 咱俩呢也能说说话 何副官 待会你得跟我出去一趟 有几个检查需要做 好 嗯 你 受了这么重的伤 多躺下休息啊 那行 我去一趟 多注意点啊 我去一趟 这么快检查完了 床上实在是躺不住 就看你这儿有本书 想说借来看看 没问题的 没问题 这本书不错 看吧 别崩开了伤口 谢谢 准备 你怎么了 你还要 suppose 刚才可以 和她很容易 为什么呀 那你多辛苦啊 没事 我在宿舍待着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在这儿还能看看书 研究一下病历 我知道了 是因为洪大哥正在住院 你想在这儿 多陪他两天吧 你呀 还是多把心思 放在你齐大哥身上吧 也不知道上次 你给他写信的时候 里面都说了些什么 他看完信之后 整个人都古古怪怪的 是吗 嗯 那我觉得过不了多长时间 他应该会主动告诉你 信里面都写了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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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死了多少人 嗯 现在全世界又打成一个州了 哎 这将来的行使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哎呀 我们这军人哪 天生就是这大赵的命啊 你哪儿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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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了 走 没事吧 疼吗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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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要住院 我刚才看见那个 和副关的病房里还有一张病床 我住他那五九星 我地区 是 我住你 在小孩儿 我住他 好像是你 在小孩儿 我igg人 走 走 走 自觉 你怎么还没睡呢 睡不着 不想吃安眠药 可是不吃又睡不着 你就是精神压力太大了 那个胡医生 不是给你治疗了吗 实在不行 就吃几片安眠药 你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滋味 多难受 等哪天再去开一点吧 你怎么着 上了岁数企业次数多啊 你要拼啊 这又是打点地 又是喝水的 别憋醒了 你没在这呢 你只是个人 就这又是堵壁 你不认识我 你吧 我们对吧 你怎么跑这儿来都不说一声 我是想换个地方 能多模拟一个 担长的环境 吃个苹果 休息一会儿 我不累 西娜 你说你天天往这儿跑 不怕别人说闲话 谁爱说问就说什么 我才不管呢 那你 天天过来 不会影响工作呀 那再说 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也影响我练枪啊 你错了 我来陪在你身边 非但不会影响你练枪 我还能帮你练枪呢 你帮我 对啊 你看啊 这些个稻草人 你对着他们练 又不会动 能练出什么感觉来 你的意思 你能让他们动 我来给你当靶子 就像上次 你从那个日本鬼子手里 把我救出来那样 那样感觉都真实啊 西娜 这个不能开玩笑 很危险 我越危险 才越能激发你的钱呢 西娜 我看 来吧 西娜哥 你就瞄准这个 我相信你 西娜 你别胡闹 赶紧把苹果拿下来 我没胡闹 我是真的想帮你啊 我的左手 将来你们练成的 我对你 来吧 西娜哥 你就瞄准这个 我相信你 西娜 你别胡闹 赶紧把苹果拿下来 我没胡闹 我是真的想帮你啊 我的左手 将来你们练成的 你儿子眼睛 是不是那个姓齐的就在练枪啊 谢大哥 你用手用不了枪 我去找人来帮你吧 不行 现在已经被电人封住了 人家露头是一个完蛋 在这儿 在这儿 我们来了 发现 别露头 齐大哥说了 谁先露头 谁就得死 那也不能在这儿 为人当死啊 那也得等 院长 我帮你剑命一条 子不足心 和你不一样 你在于二世的天王 你是汤战队的狙击手 你是咱们全联人的脸 今天 今天我必须帮你把这个点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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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挣回来 我們想处理 这些人是要去亢的 你可是要去亢的 要去亢的 你老олов 对不起 小心 会给咱们俩的心能说 咱们俩长 咱们俩长是靠样的 不诚 干啥 今天警戒巡逻谁带班 报告士长 是我 从今天开始给我去喂猪 是 滚 大名 董事警名 进身给我搜查 是 市长 别找了 早跑没样了 你伤着没有 我没事 这鬼子什么样 应该是鬼子的侦察兵吧 这鬼子也太嚣张了 大名 冲指警名 加强激励周边的警戒 再让鬼子摸进来 我轻饶不了他们 是 拿好了 慢走 董事长 董事长 取完没用 好的 请稍等啊 董事长 董事长 你也记得是先 胡医生交代的事情吗 放心吧 我 早就拿完没药 替我打了一几个 好 您蛮好 谢谢 慢走啊 这次 祝你 我要 洗脱 来 你 你 你 还 你 吓我一跳 你怎么来了 齐大哥 你 要出去啊 我看晚上挺安静的 想出去练会儿枪 那我陪你 走啊 算了 我又不想去 我就知道你在骗人 你要一个人去找那个日本鬼子报仇 对不对 胡说 那日本鬼子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找他报什么仇啊 那再说了 这大晚上呢 我上哪儿找过他去 不可能 连我都看出来了 他就是上次在卢尾当劫持我 还把你打伤的那个人 你不可能看不出来 白天本来我要告诉故事长的 可是被你拦下来了 当时我就觉着不对劲 猜到你晚上就要出去 果然被我猜着了 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鬼子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更不能去报仇了 白天你也看见 我这枪法不如人家 那要是找他报仇去 我是白白送死的 你这是这么想的 真的 而且我觉得你提醒得特别对 这晚上出去太危险了 危险 你说大晚上呢 你总往我这儿跑 人家看你多不好啊 而且我也得休息吧 这你也早点睡吧 解答 笑什么呀 你 你这么早就熟悉了 你别骗我 不骗你 你也不骗你 你不骗你 我不要走 08地区 你就是个大骗子 请对付吃老子 请对付 不许再叫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不瞒你 我就是要找那个小鬼子报仇 齐大哥 你真的不能自己去 太危险了 如果我不出现 他会继续骚扰 还会有像王力那样的人牺牲 那之前顾市长 要派侦察营去的时候 你为什么反而不同意呢 他要找的人是我 我不出现 再多的人也找不到他 你怎么知道他是冲着你来的 他也是个狙击手 我能看透他的心思 上一次 我在他的手里把你救出来 他输了 你怎么会是 我也是个狭狗的 你怎么能够 是要是一个狭狗的 你怎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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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只要你让我做的 我都会尽力做到 你是个好姑娘 那你也得答应我 你不能一个人去 你刚才不是已经明白了吗 我是明白了 但我就是不让你自己去 太危险了 我要飞去不可呢 你要飞去不可 那我就喊 让所有人都知道 让你去不成 陈达 算了 扶你了 不去了 你回吧 我要休息了 我不 我得在这 看着你 我说了我要休息 男女授受不清懂吗 我懂 你睡吧 我上门口坐出去 你现在不过去 儿子 我可以 拿着 我的票 我需要 您现在 我说 遇到 你们 不过 我 你们 你们 美人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钥匙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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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生 我刚才去打开水了 打开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多休息 有利于伤口恢复 你还跑去打水呢 你跟他没有睡不着 还知道疼啊 知道疼还不多休息 既然你要让我们休息 你还来病房干吗 我是医生 我要查房啊 对了 我查房的时候 好像丢了个东西 别的东西 别的地方我都已经看过了 应该就在你们这儿 什么东西 一把钥匙 你看到了吗 你下午给我打完点滴就走了 没看见什么钥匙 这可麻烦了 这是我所要品的钥匙 钥匙找不到的话 什么药都拿不出来了 用我和副官吧 没准他能看见他 和副官睡觉的 那我也必须得找着 何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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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为什么 是这样 何副官 我查房的时候 在这儿丢了把钥匙 挺重要的 您帮我看看 您床那边有吗 哦 这钥匙掉了啊 可耽误大事 是 我帮您看看 我到这边看啊 在这儿呢 还真找着了 我就说就在你们这儿嘛 那行 那你们好好休息 我不打扰了啊 慢着 怎么了 胡医生 你的钥匙到时候找到了 可是 我也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不见了 您的钥匙 您的什么钥匙啊 这把钥匙 对我来说很重要 而且 这个屋里也就无名的 在没有找到它之前 你不能离开这里 我们要见到其中的钥匙 是 钥匙 是 钥匙 不是 钥匙 不是 钥匙 不是 钥匙 我拿了你的钥匙 思佳 这把钥匙事关更疼 而且这个物理 就你我两人 钥匙不见了 你觉得你能脱脱着干心吗 何副官 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您好好想想 之前放哪儿了 没准记错地方了 您怎么办 就放在针头底下了 钥匙不见了 难道他自己长脂肪飞了吗 那是您要找的钥匙吗 我插房的时候 在这儿丢了把钥匙 挺重要的 您帮我看看您床里 这边有吗 没有 这钥匙丢的是大事 没有 我到这边卡了 在这儿呢 还真找到了吗 这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钥匙现在找着了 那我的嫌疑可以被解除了吗 哦 自剑 郭医生 我要去安眠房 现在没有空床位了 那我要去出院了 等天亮 我上班再说吧 都赶紧睡了 怎么玩啊 子洁啊 子洁啊 这把钥匙 事关重大 这把钥匙 这把钥匙 帅匙 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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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把钥匙 的钥匙 呢 我还希望 上转匙 进来 是我 齊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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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蕊蕊姐 蕊蕊姐 齊大哥 怎麼啦 你看見洪大哥了嗎 他怎麼不在病房啊 他昨天晚上出院了 你找他有事嗎 他 我知道在哪能找得到 我沒事了 蕊蕊姐 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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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来过来 没有啊 就我们两个一直站到现在 何副官 怎么了 出什么事呢 没什么事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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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你拿了一些常备的药 我把服用的剂量 还有应该注意的事项 全部都写在了这个信封里 到时候你看一看 我的伤已经好了 你给我拿那么多药干什么 洪子杰 我不知道你拿那把钥匙到底是要干什么 但是我知道 是你这身军装不允许的事情 有些事情 不知道 不明白 对你更好 他 我知道 你一直想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 让我远离是非远离漩涡 或者说 这是你体现爱的方式 我做的这些事情与爱情无关 我说过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恐怕王明达不会同意你的说法 王明达是谁 王明达是一个小镇上的文化教员 抗战爆发号参军 现在是育儿师的宣传课干事 我们基地里看到的那些慷慨疆瘾的海报 就是他画的 重要的是 刘贵琴是他的爱 之前你用刘贵琴来证明 我和你 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但其实这个王明达和刘贵琴 也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 一个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一个是医院里的琴杂工 可事实上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已经快二十年了 中间历经了磨难 但是最终不离不齐 爱情和你说的理想 信仰和主义毫无关系 我之所以去了解它 是因为它在你的世界里 既然你不走出来 我打算走进去 谢谢你 你还会有文化吗 我只希望在你人生的道路上 能够记得 你也没想到 你怎么能够记得 你还能够记得 你这么想到 否则 你怎么想到 你怎么想到 你怎么 Nicholas 我怎么想到 我他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的路标很清晰 怎么样 我选的狙击手的坟墓 还满意吗 我很满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习丹 别出来 这下就更有意思了 逃跑的猎物又回来了 逃跑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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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惊喜 人都到极了 中国人 上次你从我手里把这个女人救走 这次你没那么幸运了 你的枪法好像没以前那么准了 我手里把这个女人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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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里把这个女人救走